五国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迎来劳动节 经济转型意味着增长将放缓 不过总理说 薪金和家庭收入已普遍提高 政府也正通过终身健保等政策改革 强化社会安全网 以永久性消费税补助券 协助国人抵消日常开支 总理说 要改善国人生活 就必须提升员工技能 制造更好的就业机会提高员工薪金 政府也鼓励终身学习 并投入大笔资金 兴建两座持续教育与培训学院 今年的预算案 政府给予企业更多奖励 协助他们提高生产力 不过总理强调 这是个共同的责任 员工必须提升自己 雇主也应该帮助员工发挥所长 政府推出的计划才能奏效 总理也赞扬建国一代 他说 许多属于建国一代的工会领袖 当年对抗共产主义 与政府合作 改善劳资关系 打造具竞争力的经济 总理呼吁工友 在建国一代所取得的成就上 继续努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